随着一声轰鸣 火车便穿过了山洞 这时小志同学的成人礼 也是小松老师的望眠教 两人一时一遥 只为寻找那科学的真谛 这时一部有小松超美主演的青春懵懂电影 讲述了一个学霸苦寻真理的故事 关注孤寡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